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盤中中挫將近400點 雖然尾盤拉起來 但是我相信 你手中 如果是滿滿的電子股 尤其是那個昨天有沒有 我昨天是不是在節目上問 我說你那個昨天早上不是航運股又殺一波 你昨天早上砍掉航運股 跳船 然後去追電子股的自己舉手 這樣的人真的是被扒過來 扒過去 扒過來 扒過去 你們都知道我們現在手中會員手中 滿滿的都是電子股的空單 對不對 那 今天我們幾個燈 今天我們六個燈 我們等一下再慢慢看 最重要的我們還是要講觀念 好 那 你今天有沒有好好的 去享受 這個空投大屠殺 先跟各位講一個覺得 我還覺得滿有趣的事情 昨天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那個 就是我們通常像現在因為小孩子都要先上上課 把他 忙完了以後 然後就他們去睡覺之後 我才可以開始做自己的事 然後 什麼 比如說是要看看股票啊 做功課啊 還是要那個追劇啊 都是大概在那個時候 然後昨天12點多的時候啊 那我現在開始在看那個Voice 2 Voice 2 因為他視力已經快要差不多完結 我就從234要這樣看下去 好 然後在看到Voice 2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螢幕我就很好笑很好笑 我就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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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來了 我老婆說幹嘛啦 我說欸 訊號 訊號來了 我昨天看到這個我真的 真的笑出來你知道嗎 這男主角嘛 什麼好像 什麼叫都康納嘛 這 只是 剛開始而已 OK 我昨天看到我真的是笑出來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12點左右大概 期貨大概跌100多點 那 今天 早上怎麼殺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開盤就一路殺嘛 對不對 殺一殺 後來靠誰拉起來 靠 傳產股拉起來 為什麼 因為 傳產股跌到今天 你說沒有融資斷頭嗎 是不是 你去看嘛 我就跟各位講嘛 你一直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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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壓力會越來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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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個報紙我跟各位講屢四不爽 他都放在那個報紙的A2版 A2版 你只要看到這個有沒有融資斷頭 訊號就來了 訊號就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我是不是跟各位講我說這個盤啊你不用 你不用想了 這個盤以後他就是一路跌 跌到融資斷頭 到時候報紙一定會寫 然後到時候就是訊號來了 我都先跟各位預告喔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航運股 你都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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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早上你一定受不了 你一定受不了 對不對 因為今天早上 你早上受得了嗎 早上跌了快400點 殺下來你受得了嗎 你一定斷頭挺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我之前我就講嘛 你如果你要買股票你為什麼不會 等到融資斷頭你再進場 這我今天早上 8點55分 我給會員的盤勢看法 當時候台紙期大概跌90點 一樣是三個重點 好來 第一個美股超級財報週 卻導致科技股與半導體股連媒重挫 這就是我們空單轉移放空電子股的最大理由 好 第二個 航運賴股經過了連日的重挫之後 到了昨天 已經讓市場失去的信心 開始轉為停損 你看到從昨天開始陸續有人開始停損 那我問你嘛 籌碼就是這樣子嘛 閃戶陸續有人停損 籌碼跑到誰那邊去 而且以我們這種待會員的角度來講不管你是說什麼 我們停損一半 停損三分之一 會員只要看到你這兩個字就通通都出去了 就通通都出去了 哪有在跟你什麼 因為賠死了哪有在跟你什麼停損三分之一停損一半這種事情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昨天陸陸續續開始有人停損之後 今天會開始反彈 但是我也跟各位講 由於籌碼十分凌亂 你不要去認為他一彈起來 他能夠彈到哪裡去 沒那回事 他以後大概就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目前我們全力放空電子股 我們只要去掌握 次族群 電子股次族群的 輪動節奏即可 然後等到我們電子股放空一輪 大概又是我們以後可以再空 非電子股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所以你看喔 今天的 長榮 跌到這樣 早上很多人融資斷頭了嘛 你不要說融資斷頭啦 我就跟各位講每一次都這樣 我跟你講 這投顧老師的老招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整天叫你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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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等到跌下來的時候 發生股災了之後 就開始跟你講說 哎呦 我跟你講喔 千萬不要用融資喔 好像一副很關心你 好像一副很為你好的樣子 那我問你 你不用融資就不會跌喔 你不用融資就不會跌嗎 是這樣嗎 講的一副好像 他沒有叫你用融資去買 好像是為你好一樣 不用融資不會跌嗎 長榮殺到今天第一點 你知道 多少了嗎 不多不少 剛好整整50% 有夠準 陽明 今天在最恐慌 370幾點的時候 還曾經一度又碰到跌停板 你早上看到這裡的時候 你受得了 你能夠承受嗎 好一砍掉 噴出去 那萬海不用講了 對不對 2615就 對我尾盤還直接拉到漲停板 那你早上砍掉你不是 喔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了嘛 我說 現在你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投股老師跟散戶已經開始停損了嘛 就算他沒有發停損指定那也是偷偷嘴巴講而已啦 就嘴巴跟你講說他還是嘴硬但是實際上他的動作可能早就已經賣光了 停損光了 只是嘴巴 不會跟你講而已 對很多老師是這樣子 所以呢今天再壓一個 就是 壓垮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好 你今天壓垮落頭最後一根稻草之後 你覺得 航運股又要背天爭地了嗎 我也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分析師會告訴你航運鋼鐵開始 他還要背天爭地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現在的台北股是漲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哦 就是電子股跌然後航運股會又要開始負面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今天明天後天或許會反彈 但是以整個長線來講他就是橫盤整理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 昨天我不是花了很多時間做很多新制卡 我就在跟各位講這個 你以為今天反彈 萬海今天拉到漲停蠻了不起 你知道你的股票漲多少你才能解套嗎 很多人都會用那種障眼法 或者是自己催眠自己 哎呦沒有啦我股票也才跌50%對不對 今天長榮跌50% 50% 50% 好像聽起來還好對不對 之前不是都是那個股票動不動都漲好幾倍 50% 50%你要多久才回本你知道嗎 50%你要漲100% 跌50%你就要漲100%才回本 那萬一反彈之後未來再破 你還不跑 那很有可能是60% 60%就是150% 你才能解套 70% 233% 萬一未來股災真的爆發 跌80% 90% 那你得漲4倍 跟漲9倍 你才能回本 所以你看今天陽明這樣灌下來 長榮這樣灌下來 50% 假設你因為我不知道你買在哪裡 我就用最高點 因為這邊有一個數字跟各位算 假設你真的不小心追在最高點 50% 你要解套 100% 漲100% 好 那今天陽明呢 拍謝他已經超過50%了 52.8 雖然只比長榮 多2% 對不對 長榮50%嘛 他多2% 拍謝 你要彈回去就得多彈12%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開始倍數成長了有沒有看到 長榮跌50%回去要100% 陽明跌52.8%回去竟然要112% 也不過多跌2%回去要多彈12%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不要不要想太多 當你追到歷史高點以後 你一輩子都難解套 我昨天講了又講了一些歷史故事對不對 國泰金對不對 比方說國泰金他在1975的時候 我也 我也只有從書本上看過啦 那時候家衛老實在在念建中 我也不懂股票啊對不對 當時候的故事我很清楚 台灣前煙角木 我有一次坐著火車 從中立火車站 我每天早上5點就要起床 5點半的火車 5點25分的火車 搭著那個普通號就 慢慢吐到萬華火車站 再從萬華火車站一路走到建中 經過植物園走到建中 我走在路上我那時候突然在想 唉唷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家那時候辦一筆房貸 你知道房貸多少趴嗎 利率多少趴你知道嗎 快10趴 10趴 那時候台灣的定存利率多少錢 你知道嗎 7趴 7趴多 那時候想說 哇 如果那時候有個 那個時候有個 1000萬你放在銀行 一年的利息就70萬以上 你知道那時候物價 70萬 你一個家庭70萬一年花不完 你知道嗎 你正常花啦 正常花啦 對不對 你也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高中的時候那時候多便宜 對不對 就是那個時候台灣前煙角木的時候 放款利率10趴 定存利率7趴 台火 對不對 合生堂嘛 這時候我差不多剛畢業 我大學剛畢業 那時候就是那個 科技公司 電子公司 那時候傳聞有沒有 那個 在台積電掃地的歐巴桑啊 拿到股票 隨便一拿就好幾百萬 就是那個時候 所以合生堂九百九 你覺得現在還有可能嗎 微勝 小蝦米對大鯨魚 PC133去對PC100 五峰 亞洲各國廣設賭場 對不對 宏達電嘛 對不對 2G轉智慧型手機嘛 那我昨天我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我現在看到宏達電 不是因為他的智慧型手機 而是VR 未來的VR 那你也看這個底也打得夠漂亮了嘛 我也沒有求他要漲回1300啊 對不對 以這個位階 你隨便漲到個100 哇 那就不得了了好幾倍啊 對不對 不過那也是未來的事情 等我做多再講 TPK 還有可能再回到982嗎 G啊 解盲失敗還有可能再回到500塊嗎 浩鼎解盲失敗還有可能再回到700多塊嗎 不可能嘛 恆大根不要講了嘛 這你們很清楚嘛 口罩荒 還有可能有口罩荒嗎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了嘛 我說長榮 這種景氣循環股永遠都是什麼 尖頭反轉 對不對 國去這種也是一樣啊 你尖頭反轉之後就回不到這個高點了 我說平均跌60% 那你這樣跌60%要跌多少 我說跌40%還沒結束啊 今天已經跌到50%啦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了 你看這昨天做的圖嘛 45.7%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會彈一下 再下來 彈一下再下來 未來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一個尖頭反轉 你追在這邊的 趁反彈 趕快賣 好 那 為什麼 每一次的股災你都沒辦法避開 就是因為你永遠都用做多的思維 而且你在每一次 在追的過程一開始都讓你有賺 當你長到一次填頭 兩次填頭 三次填頭 最後你就會重壓 重壓之後你會發現 當你重壓升加之後 儘管有任何的利空 你都看不到 就像今天 台北股市跌下來 台北股市今天跌下來 那我問你 跌到這裡 破了季線 總共跌了1141點 我問你 融資都沒有減喔 今天一定會大減但是昨天以前融資都沒有減喔 你有沒有受傷 那我也可以跟各位保證 今天你會聽到很多多頭分析師 跟你喊這個是低點 16189 為什麼因為今天下影線留的蠻長的嘛 大概差了兩倍多嘛 實體K-pop的兩倍多嘛 喔從這裡又開始被背聽證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你覺得有可能 你自己來看看這一張圖 16189在這裡 均線糾結空頭排列 融資在高檔 融券在歷史新低 那我問你 反彈起來你要幹嘛 反彈起來權力做多 再套一次 對不對 現在電子股也套了 電子股也砍掉了 再回去再追運輸股一次嗎 是這樣子嗎 我跟各位講 這個位階 它一定會往下跌 這個頸線 未來一定會跌破 一旦跌破這個頸線的時候 就是融資大端頭 因為到時候你會看到 整個M頭就出來了 現在你看不出來 未來整個跌到這裡 破了15159之後 所有的報紙都會 告訴你說M頭成型 那等到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等到那個時候你跑得掉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空投行情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不斷的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不是嗎 最近電子股給你的希望 很多人跳電子股 一跳 直接殺 所以我就說了嘛 我昨天不是看到訊號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只是剛開始 是不是 下結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我們繼續分析 586827525868 陳東東部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陳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再問各位一次 為什麼每一次股災 你都沒有辦法避開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完全缺乏風險意識 就算你本來有風險意識 隨著這個股市一直漲 一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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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後來你也會麻痺掉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會用過去的 小成功的經驗 認為這一次也一定一樣 所以就重壓了 可是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說 時空背景都已經改變 就像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請問你啦 現在的美國總統是誰 拜登啊 可是你怎麼還會用川普時代的思維 在想事情呢 拜登就任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做過了一個分析 美國換政府之後就換腦袋了 川普政府他們的政策叫做 連 台 制中 同樣都是要打中國 同樣都要打中國 但是川普政府是連 台制中 所以我要打中國 我就給台灣好處 因為台灣你幫我去打中國 可是拜登政府不是啊 他認為你是一個中國啊 他已經重申過好幾次了 就是一個中國嘛 上次他們不是還講說 他們完全不支持台灣獨立 講得很明白啊 所以我打中國的時候 連你台灣一起揍嘛 因為你們是一個中國啊 在拜登的眼中 你們就是一個中國啊 所以我打中國 你台灣不是中國人嗎 一起揍 在他們外國人眼中 當然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說我們是台灣人 可是美國人不理你啊 對不對我換政府啊 你們就中國人啊 你懂我意思嗎 完全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看嘛 拜登說 我跟你講喔 你美國人你給我小心一點喔 你在這個香港經營風險會 會 會增加喔 7月13號講喔 7月16號就制裁了 對不對 昨天不是說 傳媒基金限制 投資香港 昨天不是還一堆人講說 我跟你講香港跌倒台灣吃飽 那是去年前年反送中 總統是川普好不好 懂嗎 所以我說這個拜登 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空頭 至少對我們台股來講是這樣 那我說我為什麼是拜登代言人 因為你會發現 不會有人去跟你講這個東西啦 誰會去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光是連台至中跟一個中國 這兩個的差異 你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他們會怎麼做 所以 從他上任的第一天 121拜登機 殺爆台股 殺台肌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各位講 他全力扶植Intel 打擊台積電 當時候的網友怎麼講 拜託Intel 什麼東西 這樣 拜託 你們都不知道Intel以前有多厲害 Intel 搶單挑戰台積 這是美國政府在後面支持的 那我問你 台積電感怎麼樣 是不是 美國通過 7150億 的法案 原物力要大利空 你自己回頭來看 到今天為止都是 建高點 運輸股鋼鐵股就建高點 然後他說他要打海運 運價 要查貨櫃輪 說沒有在怕 沒有在怕 今天殺到融資斷頭 然後7月23號 拜登政府制定520億美元計劃 我是不是說半導體大利空 你看今天就來了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計劃 他美國要最大 我是不是都跟各位講在前面 這是台灣半導體的大利空 後來就來了啊 Intel搶單宣戰台積啊 拜登政府在後面支持的啊 那我問你我們怎麼辦 鼻子摸一摸啊 誰敢對美國爸爸大小聲是不是 誰敢 所以我 我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是不是全面開始轉空電子股 第一天一個燈盛群跌停板 漢磊 加金 貿系 全新就這樣一路空下去對不對 空了很多MCU跟這個 ABF 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要霸占矽晶圓嘛 對不對 隔天說要去轉貴買指數所以呢全部去衝什麼 合金啊 中美金啊 因為他們是全值最大的啊 我說好拉起來我再空 7月26號禮拜一再空 對不對你看我空這個點 這剛好最高點 後來說什麼台股熱錢買小不買大 買小不買大來再空 昨天 昨天就6%了 合金平盤 漢磊昨天就5%了 然後這盛群就不用講了 旺席 羚羊 錦碩昨天一個燈 所以我們昨天前天各一個燈 今天呢 六個燈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一次喔 大空投行情就是 每天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空投 大屠殺 這個38%是我補推的生日方案 倒數兩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